各位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producer洪扇群 又到了2010年新春祝福晚会 2月27、28在室内体育场 那么今年的节目我有特别的构想 我用更多的多媒体 整个舞台的设计我们把它扩大 这是整个设计的一个构想 欢乐恩福享好年 这个舞台我把旁边的异幕都变成了白幕 也就是说透过整个幕的一个拓展 用多媒体我们就把整个舞台的环境 可以做得更大做得更好 那么这只是主画面 我们用新加坡的几个landmark来做background 然后有一个祝福的灯笼代表新年 那么整个的设计带出新年的喜乐 同时每一首歌我们都有一个多媒体的画面 所以整个的background它是有更多的变化 它有更丰富的一个舞台环境 那么我们这一次也特别请了唐兰花 唐兰花可能一出场 它先唱它的成名曲《复兴的人》 那么从这里头带出来 大家虽然很熟悉 但是它也曾经享受很高的一个掌声 可是整个世界其实没有永恒的爱 它只有到了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它带出了那个盼望 所以它开始唱出幸福 也唱出赞美神 所以我想整个节目带出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 我们欢迎你邀请更多未信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新春祝福晚会 大家好我是吴启仙 我将会在2010年回新加坡参加新春祝福晚会 我在那边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带那些还没有幸福的朋友来参加 到时在新加坡见 欢乐 恩福 享好年 这是教会同心合意 借新春佳节传扬福音信息 同时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美好机会 让我们借此机会 向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 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新春祝福晚会是借做基督徒艺人 他们亲自的生命见证 以及歌唱才艺表演的 一个大型步道聚会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 我们全教会一起动员 邀请我们的亲友 同学 同事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 The Chinese New Year Concert is a commendable effort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Singapore 或金钱上的支持 积极地邀请和带领 还未听到福音的亲朋契友 来参加晚会 让我们为主的福音尽一份力 让更多还未得救的灵魂听到福音 接受永生上帝的救恩 欢乐 恩福 享好年 哦 今年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多样化 朋友一定要来参加哦 是啊 您可别千万一个人来啊 要带那些为信主 为听过福音的亲戚朋友一起来 对啊 我们节目非常的多元化 非常的精彩 我们有艺人的演唱啊 有个人见证啊 还有牧师的分享 还有表演等等等等 对啊 让您的2010年的春节 过得特别有意义吧 别忘了 2月27 28 室内体育馆 到世界咯 记得来哦